Ctrl C 看下HackTable Ctrl V 往下走 看这一块 他说从Java2平台 V1.2起 此类被改进实现了MAP接口 也就是说原来呢 它是早出现的 它是GDK1.0出现的 然后有了这个集合对象之后啊 有个集合体系之后 他就开始实现了MAP接口 他跟谁有点像 想想跟谁有点像 是不跟Vector啊 Vector他也是JDK1.0的 也是从Gao2这个平台 然后呢 去改进实现了一个 List的接口 所以呢 他跟Vector的命运差不多 也被人家给替代掉 他被谁替代掉呢 他叫HashiTable 那我们刚刚学了什么 HashiMap 所以呢 他相当于被HashiMap给替代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他俩的区别是什么 好 来我们再来一个 Demo9 Demo9 HashiTable HashiTable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Table啊 它的第二个字母是什么 是不是小写的 Table的第二个字母是小写的 而我们HashiMap 第二单词首字母是什么 大写的 那么你说在GDK1.0的时候呢 它的命名规范呢 还没有完全的规范出来 那么到了后期呢 它才逐渐的去规范出来 具体哪个版本推出来的 我记不大得了 应该是1.2 1.2推出来的这个命名规范 就是大家统一按照这种命名规范去规范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啊 看HashiMap跟HashiTable的区别 HashiMap和 和Hashi 注意啊 这个是面试题 这个经常会面啊 N多年前我去面试的时候还被问过 到现在很多同学反馈给我的说 老师我们面试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希望大家记一下 HashiMap和HashiTable的区别 无论你刚才选择是安卓 还是选择是一 还是选择大数据 我们这个扎我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在面试的时候呢 要占你面试题的60%到70% 所以呢 这些面试题呢 我希望大家去掌握一下 这是一个面试题 面试题 那它俱别 首先说的共同点 共同点 那共同点都是底层的什么 底层都是什么 什么算法 Hashi算法 Hashi算法 你看着吗 这是HashiMap 这个是HashiTable 那底层肯定什么 都是Hashi算法 然后区别 都是Hashi算法 都是双列集合 都是双列集合 然后来看区别 区别呢 首先来看HashiMap的特点是什么 我来告诉你啊 HashiMap是现成不安全的 HashiMap 是现成 是现成不安全的 我们之前说过Vector和Elease的区别 那么Vector呢是现成安全的 Elease是现成不安全的 我们说现成不安全怎么样 效率高 效率高 然后呢 它是哪个版本呢 JDK 1.0 1.2版本 1.2 版本 好 然后呢 Hashi HashiTable HashiTable T-A-B-L-E 是现成安全的 是 现成安全的 那么效率怎么样 效率相对低 低 那么它是JDK 1.0版本 这是他们俩的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区别什么呢 第二个区别 HashiMap HashiMap 可以存储 闹 键 和闹 值 那么HashiTable呢 HashiTable 不可以存储 闹 键 闹键 和闹 值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看这个HashiMap和HashiTable 能不能存储闹键和闹值 创建 HashiMap HashiMap 来 那我们来一个Street 来一个Integer Hm 就等于 你用一个 HashiMap 然后来一个Hm.put 我们来个闹键 我们来个闹键 是什么闹键 然后呢 值呢 我们来一个值 就是23 好 打印一下 Hm 运行 大家发现 没问题吧 可以存储闹键 然后再来看 我们呢 键有东西了 比如说 这叫 李四 李四 然后这个位置 我们来个什么呢 来个闹 好 再来运行 李四 等于闹 怎么样 看到效果了吧 可以存储闹键和闹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HashiTable HashiTable HashiTable 记住哈 第二单词不大写 然后呢 我们来 然后呢 来一个Integer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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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HT HT 就等于New一个HashiTable 然后来一个HT点的一个Poot 然后来一个None键 值呢 来一个23 好 SYSO 打印HT 来运行 大家看怎么着了 是不是出现NonePointer 一个Support 还报一场了 好 我们再来看 HT点的一个Poot 然后呢 限有值 比如说叫 上三 那值呢 是 None 然后把前面的咱们注释掉 然后再来看 再运行 是不是同样啊 也报的是NonePointer 一个Support 好 那么你说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它为什么要报一个NonePointer Exception呢 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用HashiTable去存储呢 不小心你存储一个None 存储None进来之后呢 然后你后面程序可能还要再写 比如说 你再写一个其他的语句 这个输出语句呢 就代表其他语句了 然后你这里面一报一藏 后面代码怎么样 能不能执行了 来看 运行 那个一对一说不出出来 没输出来 对不对 这样的话会影响你整个程序 往后执行 但是呢 你把它注释掉 这里面 它这里面是不过任何错误的 那你运行起来 它上面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要执行下面 明白意思吧 所以呢 它是为了后续代码 可以继续执行 那HashiMap就是可以存储 浪件和浪值 那么这个HashiTable怎么样 不能存储 浪件浪值 它是早期出现的吗 后来这是相当对它进行改进了吧 明白意思吗 好了 那这就是咱们这个HashiMap和HashiTable的一个区别 好 这个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是吧 好